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 亦受到古埃及及古希臘所影响的 由最初的蝎子穿了鱼、豹和狗 衍生到今天的中国、南韩、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 现在就由阿Kim带大家穿越时空 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錦囊 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 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勇气 假如没有内容的话,它根本就不能存在 2017年为丁有年、火鸡年 太帅为唐杰大将军 范太帅的朋友分别有鼠、鱼、鸡和狗 每年十二个心肖里面仅有四个是范太帅 中国有一些派别,甚至乎有六个是范太帅的 范太帅只不过对人有所影响 可以是变好或是变坏的 总之是不稳定意义的 一如阿Kim既往所说 全球超过73亿人口 怎么都不能够只是忽单单地分开十二类的 而新肖只是用一个地支 即是八字里面的其中一个字 大家参考一下,当是习俗应下节就算了 太帅只不过是木星繞过太阳公转时所产生的磁场 而木星繞过太阳公转一周 大约是为期十二年左右 古人是以这个木星的轨迹 与十二生肖作对应意义的 所以犯太帅的你 是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处事,謹慎就可以了 记得,因为在乎,所以痛苦 因为怀疑,所以才感受到伤害 因为看透,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人只是天地的过客,随缘 也希望大家将这种正面的思想 研点开去,愿主与你同在 对于熟吐的朋友来说 2017年是一个大改变的一年 以往人缘好,桃花多 今年,不要期望了 而且烦恼更加多,破财就一定了 即使是先破后得,都是得不尊失的 所以就要谨慎处理你的财务 尤其是在投资方面 对于熟吐的朋友来说 阿Kim送给你的感浪是 爱因斯坦的名句 Incentive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精神错乱 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地去做同一件事 而期望会有不同的结果 希望你有所得着 愿主与你同在